今年的新加坡艺术节 我们已经把比往常挪前了整整一个星期 就符合了跟学校暑假之前的两周吧 那这一点就能让我们有更多机会 能带动学生们到我们的新加坡艺术节 参与我们的一些活动还有我们的节目 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 我们今天首次能 就因为我们把艺术节挪前 我们在这个艺术节的教育计划 教育节目方面就开始了一个new program 叫做Fest Connect Fest Connect其实就是参与了很多这些 艺术的工作坊还有讲座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能让给公众参与的一些活动 最重要的就是新加坡艺术节 今年我们总共筹备了26个不同的重点节目 还有420项的免费的户外表演 这个阵容其实是个很庞大的一个阵容 参与的艺术家们就总共有1200个艺术家们 参与海内外的艺术家们都参与我们的表演 今年总共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平台给公众人参与 其中一个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年的闭幕典礼的一个户外表演 这个户外表演会拉到益顺的一个草地上 然后总共其实是一个来自英国的一个烟火表演 可是在这个烟火表演当中 艺术家们就跟我们一起谈 是否能参与一些我们本地人 新加坡人就是自愿人士的参与 艺礼会在艺术教育计划这方面 早在90年代当艺礼会刚成立以来 在艺术教育方面就花了很多功夫跟教育部合作 在艺术教育方面要怎么样着手 从小学中学到步入大学的年轻人们 他们怎么样在艺术的知识方面 还有他们的在艺术内容的这些了解理解 还有鉴赏方面 如果能逐渐的再提高的话 这样肯定对我们本地文化的发展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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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一部分